今天我因為民調走高 就要被送考聚會 當年黨在財務最艱困的時候 你們在哪裡 但是卻反過頭來 借這件事來攻擊我 這還有天理公道可言嗎 會讓所有的黨員都寒心啊 今天黨中央的決定 讓我覺得 這還是我一生奉獻 鍾愛值得尊敬的 中國國民黨嗎 今天我因為民調走高 就要被送考聚會 甚而可能會被沒收參選資格 這比民進黨初選 蔡英文鬥賴清德 還要粗暴 我質疑考聚會的程序以及結果 我同時要求黨中央 必須有人負起政治責任 本人何措之有 我提出的所有的質疑 都是可受公平 而且都是有關黨魂之事 考聚會 拿到就亂砍 這完全違反民主的原則 我首先來談一下 三張借款的本票案 各位 請大家能夠了解 如果我沒有我當時 主動的請一募款 就不會有今天這個 毫無意義的本票風波 更沒有今天要送考聚會的 所謂的支票案 我當年沒有任何黨職 沒有任何正職 只是一名普通的黨員 在指責我張亞中的同時 當年黨在財務最艱困的時候 你們在哪裡 你們背後不都是有財團 有金主嗎 我不奢求你們像豬豬姐一樣 對我說聲感謝 但是卻反過頭來 借這件事來攻擊我 這還有天理公道可言嗎 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國民黨一個非常不光彩的事情 那但是從朱漢江兩個陣營的 相互的指責來看的話 我覺得可能雙方面都必須要出來講清楚 因為整個黨中央是江啟臣的人馬 然後整個唯一一個參選的卷尖人員 就是朱立倫 就是朱立倫所推薦的人選 我希望黨中央不只是來互相表達說 不希望這件事發生 而且真正能夠追究責任 把這個事情弄清楚 這樣子的話 整個讓中國國民黨 不要讓老百姓覺得 國民黨好像到現在這個階段了 還在淚鬥淚行 還在淚鬥淚行 我們如果不能夠把同樣的精力 去對抗民進黨 而在黨主席選舉過程中的時候 不斷的去抹黑對方 甚至是挖坑給對方跳 甚至是製造這種不公平的選舉 我個人覺得是真的是非常的遺憾 我沒有對朱前主席或江前主席 或黨內的任何參選人 進行所謂的私人攻擊 我談的都是黨的國家 對國家的忠誠 對黨的忠誠 這種所謂的大是大非的問題 我張老師從參選到今天這一刻為止 從來沒有用黑函去攻擊我的對手 從來不用黑函去攻擊我的對手 我對江前主席跟朱前主席 他們一個執政的能力 以及朱前主席 他的能力跟他的信念 我是在公開場合 面對所有的媒體 以我張亞中的身份公開出來講的 請問一下這算是惡意攻擊嗎 應該不算吧 而且我剛剛也解除兩件事情 這些事情都是社會可公平的事情 包括對朱前主席 請問一下這不是我說的 是說台灣版的維基解密 說你是美國的憲民 這是何等嚴重的一個指責啊 朱前主席不應該講出來嗎 那同樣道理 朱前主席在2015年到上海 他是以黨主席的身份去參加國共論壇 請記得是以黨主席的身份參加國共論壇 為什麼在背後的背板 沒有出現中國國民黨主席這七個字呢 是有什麼藍言之隱嗎 是對方不同意嗎 我相信江朱前主席 是不是也今天利用公開場合來告訴我們 所以我認為今天黨中央為什麼做這個決定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這樣一個操作的方式 會讓所有的黨員都寒心啊 會讓中國國民黨不再受到別人尊敬啊 我這次參選我最重要的講說 中國國民黨如果你不能夠成為一個 揍人尊敬的政黨 你如何讓別人把票投給你嗎 不要每次到了黨主席選舉就說 我要贏得2022我要贏得2024 那你為什麼不想說我怎麼讓人民能夠尊重我中國國民黨 尊敬我中國國民黨 所以這是兩個不同的思路 所以我覺得一些問題核心的問題不解決 國民黨內部怎麼團結 就像剛剛提到的 到底中國國民黨要不要叫中國國民黨 還是只叫國民黨 還是可以叫台灣國民黨 這從里登會以後 不是困擾著中國國民黨已經二三十年了嗎 那我今天問我們的中國國民黨的黨參選人 包括朱前主席 甚至我也包括江前主席 請問一下江前主席 你如果有機會到大陸去訪問 或者到美國訪問 你會不會迴避用中國國民黨主席這七個字 請幫我問問江前主席 同樣的也幫我問問朱前主席 這難道不重要嗎 這個太重要了 就像你一個人你到外面去參加會議 你說不要幫我的信把它拿出來 請問你到底有什麼考慮 是因為台灣內部的考慮 經過了太陽花運動以後 你擔心中國這兩個字呢 還是你對中國國民黨的認同出現的問題呢 請問一下這我作為一個黨主席的候選人 我可不可以幫所有的黨員去問這個問題 所以對我來講 我是一個參選人來講 我不用司馬昭之心 我不用司馬昭之心去判斷任何人 但是我看的是一個結果 我看到是這個結果 對國民黨有多大的傷害 所以必須有人出來負責 所以必須有黨中央人來負起責任 你們是誰 請你們給社會一個答案 這個事情做完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嗎 今天是看到風向不對了 才出來展話 還是你真正的一直沒有 一直不是都在說我在攻擊你嗎 我哪一點攻擊你 今天朱主席的代表 昨天在會議裡面 他不是代表朱前主席嗎 為什麼事前大家不能夠找到一個答案呢 是不是他的代表 也是代表朱前主席來參加這個會議呢 而且黨部說了 昨天的會議是全票通過 全票通過 那我問你請問全票通過 那問你當時的代理人的老闆 你是不是應該先出來道歉呢 為什麼一天一個下午跟第二天早上 整個態度就不一樣呢 我們做一個政治人物 就是要表裡合一嘛 就是要言行一致嘛 我很高興聽到朱前主席 認為這個黨中央這個決策是錯誤的 但是我也更希望黨中央能夠做出檢討 做出反省 是誰在半天之內就做出決定 要把會議的內容確定成這個方向 而很多從媒體中報導 很多人來開會 他不知道今天的內容是什麼 而為什麼在其他的三位候選人的代表 都沒有出席的情況下 就做出這種決定 請問一下這是一個遊戲規則嗎 這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國民黨 應該做的事情嗎 我對於鄭肇星同志的道德勇氣令人佩服 這樣我們的黨員 這也是我們黨員應該有的氣魄 如果我當選黨主席會重用 像鄭肇星這樣優秀的心狀黨員 友呼翔的心狀黨我們